你对杰出的定义是什么? 欢迎收看维他命师 施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我曾经听过一个小故事 说到有一个扫地的欧巴桑 后来过世了以后来到天堂 碰到了主耶稣 他看到主耶稣以后 觉得非常的惭愧 跪在主耶稣的面前说 主,我对不起你 我此生我只是一个扫地的欧巴桑 那我没有为你开过任何一场的步道会 我没有为你写过一本书 我也没有为你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主,我这一生我真的是觉得我很对不起 结果没有想到 耶稣居然把这个扫地的欧巴桑 把他给扶起来 跟他说不会 在我眼中你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 你的这一生活得非常的成功 那个欧巴桑听得非常压抑 很惊讶地看着主耶稣 主耶稣继续跟他说 因为我有注意到 你每次扫地都扫得非常的认真 特别是在一些根本没有人会去注意到的一些角落 你还是很认真的把那些小角落 把它给扫得非常的好 在我眼中 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杰出的人士 那个欧巴桑听得非常感动 泪流满面 亲爱的朋友 你对杰出这两个字的定义是什么 很多时候这个世代不太快乐 为什么 常有时候我们用一种很狭隘的角度 来看待杰出这两个字 我们觉得杰出好像一定要懂得去开名车 或是能够去念名校 这才叫杰出 但是事实上 所罗门王讲过另外一句话 他说自伏己心的 强如取成 什么意思 一个人能够去克服自己心中某些很不好的念头 能够成为一个品格很好的人 这样的成就 好像去攻取了一座城池 或是好像去当选了一席县市长那样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成就 很多时候杰出的定义有非常多种 如果我们不要用太狭隘的定义 来看待杰出这两个字的话 我们会发现 我们生活周遭有很多杰出的人 圣经上说 耶稣看我们 常有时候不是看我们的外表 而是看我们的内心 他最在意的是我们内心 是不是一个品格良善端正的人 让我们懂得以耶稣的心为心 来看待自己身边的某些人 来看待自己 我们会看到很多杰出的人 我们也会看到自己 有很多地方是更值得我们来追求的 施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天天都给力 免费市民早的心灵灵地 我会发现 我们下 Hopefully 下期再见 又有很多带来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